远方的家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试制组 继续在非洲屋景 齐利马扎罗山的拍摄 在齐利马扎罗山下最大集市 了解当地丰富的物产 总共有六个牛油果 只需要花人民币三块钱左右 就可以买到 走进山下小村庄 感受当地人轻松自在的生活 特别像那个果子 然后稍微有点发酵之后的那种酸味 行走坦桑尼亚海拔最高公路 欣赏东非大猎谷的美景 听起来它是一个峡谷 但是现在放眼望去非常的宽阔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209集 从齐利马扎罗到东非大猎谷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试制组 继续在坦桑尼亚东北部的拍摄 坦桑尼亚的东北部 是坦桑尼亚的香蕉牛油果 以及很多物产的重要产地 跟随当地的一位巷导 皮特 我们来到齐利马扎罗山下 最大的一个集市 这个集市是多久有一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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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 两周 一周两次 一周两次 好 就是任何东西 只要是他们家里面能拿出来交换的 可能他们都会拿到这儿来 所以我其实最先看到的是这个 这是草吗 这是草吗 因为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正是当地的旱季 野草枯黄 所以很多人会把家里种植的青草 拿来出手 所以多少钱是这个 可以帮我们问她吗 妈妈 这个多少钱 这个多少钱 100千 100千 1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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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成人民币的话 也就是3块钱 3块钱的样子 3块钱就是这么一捆 拧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捆 哦 OK 这一捆 但是我感觉好像喂羊喂牛的话 好像一会儿也就没了 所以你觉得它是贵的吗 没问题 它是贵的 OK 就是都是这个价是吗 对对对对 由于集市一周只有两次 所以感激的人特别多 虽然当地正处于旱季 但却是各种水果成熟的季节 走在集市里 能够看到橘子 芒果 香蕉 菠萝等很多种水果 可以温柔和其他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 可以温柔和其他人 可以温柔和其他人 就是多汁鲜美 甚至中间的这一块 经常有的时候 在国内吃中间这一块 我们是不吃的 但是我刚才吃到了一块 也是可以咀嚼出来 就是很多的汁水 所以味道很好 它就是直接就切进来的 真的 没有泡任何的水分 就把皮削了之后 直接切成块 在坦桑尼亚买水果 常常不以金两轮价格 这些菠萝根据大小 每一个从一千坦桑仙岭 到两千坦桑仙岭 价格都不一样 这一块 这是我们的汁水 测试得非常好 所以你看到的颜色吗 对 它不太白色 它不太白色 它是半辆 测试得很好 所以这一块 多少钱 一千 好 这这么大小的 就是差不多三块来钱 据皮特介绍 因为其利马扎罗山 并不缠菠萝 这些菠萝都是商繁 从海边地区批发到这里出售 所以价格要比沿海地区贵一些 如果买那些当地自产的水果 则要便宜得多 比如牛油果 一堆是一千千里 就是一堆 一千千里 对对对 一千千里 三块钱 三块钱一堆啊 对对对 这个是里面最大的 我觉得这个大小 可能跟我们平常吃的 在国内吃的水晶梨差不多大 然后小一点的 这个这个的大小 可能跟柠檬的大小差不多大 但是总共有六个牛油果 只需要花人民币三块钱左右 就可以买到 而且你看它这一堆啊 它有不同的成熟的成果 都是你可以今天吃一个 明天吃一个 然后都可以慢慢慢慢吃 慢慢吃完 因为产量高 所以这里的水果都特别便宜 在集市里 卖的最多的还是香蕉 和当地人用来当作主食的饭蕉 它是消费的 热蕉它是很潑的一种植物 所以它不怕 因为它很硬 所以就比较容易运输 来了这个大卡车了 起立马扎罗山是坦桑尼亚主要的饭椒产地 这里的饭椒除了零售外也可以批发 我们在市场看到的这些大货车 都是在这里批发饭椒 香蕉 牛油果等水果 然后运往阿鲁莎 达雷斯萨拉姆等大城市 继续在骑士里行走 我们遇见了皮特的一位做洋葱生意的朋友 非常新鲜 非常新鲜 很浓的洋葱味 但这儿的洋葱 刚刚从地里摘下来的 摘下来的 很新鲜 这些洋葱看起来比我们 在国内看来洋葱要小很多 其实我们在国内可能买这种小洋葱还会贵一点 所以这多少钱是多少呢 50,000 一大袋就是5万千令 大概150块钱 150块钱一大袋 多重呢 这一大袋 220公斤 240斤 所以算下来的话其实挺便宜的 不到一块钱 现在是50块钱 因为它们有很多 不是很多 好 如果它们有很多 它们有很多 对 它们有很多 现在是收获的季节 它们有150块钱 从5万坛仓先灵到15万坛仓先灵 收获季节与其他季节的价格相差三倍 这也是商贩们可以争取的最大利润空间 它们是等于从乡下收购过来 然后放在这个仓库里面 然后由买主来了 然后就把这些卖出去 它好自豪 就是它的朋友在这生意做得很好 在其立马扎罗山下的这个集市里 除了农产品 日常生活用品外 还可以看到被称为移动搬运工的流动商贩 这有眼镜 墨镜 然后皮带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是灯 然后小钱包 护士 然后这个手电筒 很多 如果需要买东西就跟他说 你好 我要买东西 这是一个移动商店 这是一个小百货店就在他身上 就是所有的货物都在他手上 所以 How's the business? 这些货物都很好买 通过交流得知 商贩出售的商品 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 它这些货物是从凯利亚扣进过来的吗 从大利斯兰 所以他们也是从凯利亚扣 然后采购的这些小商品 然后带到这个集市上来买 他们可能会在这个村庄当中也会转 什么 公路上也会转 OK OK 因为要做生意所以他走了 但是 这个在坦桑尼亚 甚至在整个非洲 其实都是很常见的 在达雷斯萨拉姆的卡利亚库商业区拍摄的时候 我们曾经采访过来自其利马扎罗山附近的一位妇女 她在中国人的店铺批发了60双鞋子 回到这里只要两天的时间就可以全部卖完 中国商品在这里同样拥有很大的市场 跟随皮特 行走在其利马扎罗山下最大的集市 我们看到了当地丰富的物产 简单了解了当地人的生活 而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还得知 其利马扎罗山也是坦桑尼亚著名的咖啡产地 经过交流 皮特同意带我们去当地的村庄 了解咖啡的种植 以及当地人的生活情况 其利马扎罗山下小村庄 品尝特色香蕉酒 特别像那个果子 然后稍微有点发酵之后的那种酸味 走进种植园 了解文明世界的其利马扎罗咖啡 这个是刚刚挂过 是吧 所以它的大小其实跟这个绿豆差不多大小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大一路》第209集 从其利马扎罗到东非大列谷 正在播出 离开其利马扎罗山下最大的集市 我们跟随向导皮特 来到山下的一个村庄 下车的这个地方是已经不能车型了 因为一会儿我们要从这边的一个小路 进入村庄 但是我们的本地导游 他是非常好的给我们设计了一个路线 也就是说他希望我们从这进去 然后从另一个口出来 这样我们整个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村庄他们种植的香蕉 咖啡 不会再走愿望路 但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议 就是说在这儿 继续之前要尝一个什么东西 它当地的啤酒 当地啤酒 对 它是叉嘎族的啤酒 这是他们迎客 欢迎客人的一种饮料 其利马扎罗山下盛产香蕉 用香蕉酿酒招待客人 是当地的习俗 为了表示对我们的欢迎 皮特在村口的商店里 给我们马力杯香蕉酒 他跟我们的摄像师 我说了 非常的热情 妈妈在这里摄像是香蕉果汁 对 非常大 所以你做了吗 对 当地人自酿的香蕉酒 与我们熟制的酒差别很大 看起来更像是香蕉果汁 闻起来就是有一种米酒的香味 有一点米酒的香味 哇 怎么说 有点酸 有点酸 然后我能吃到就是 有一点点粉末在上面 但是跟香蕉的味道不太一样 特别像那个果子 然后稍微有点发酵之后的那种酸味 果酸的味道 酒精味道还可以 其实很淡 酒精味道很淡 然后他喝的这种感觉 特别像果汁冲淡了那种感觉 他跟米酒真的是有点像 当时间过来 饮料继续 它变得更加强 哦 早上早上 你能试试它很甜 哦 但是现在 它变得像这样 因为时间 饮料变得更加强 好 我知道怎么跟大家形容这个味道了 就是我们曾经拍摄过 湖北孝感的米酒 这米酒也是这样 如果你发酵的刚刚好的时候 它的甜味非常棒 然后是很浓郁的那种香甜 但如果你发酵过了 酒精的味道出来了 然后米的酸味也出来了 其实这种香蕉啤酒的味道 是跟这个湖北的米酒 是一个意思的 就是这样的感觉 品尝了香蕉酒后 皮特带我们前往村子里 因为地广人稀 当地的村庄都比较分散 我们前往村子的路上 正好经过一片咖啡种植园 这是成熟的吗 没有 还是原来最早的时候 我以为是胡椒呢 没有 这个是刚刚挂果 是吧 所以它的大小其实跟这个绿豆差不多大小 所以还有几个月它才能成熟 据皮特介绍 奇利马扎罗山脚下 拥有丰富的火山土壤 非常适宜咖啡的种植 这里的咖啡品质优良 香气浓郁 有人甚至将它与咖啡之王阑珊 和咖啡贵夫人摩卡 并称为咖啡三剑客 这是咖啡豆 也是它的种子 也就是一颗这个咖啡果里面 是有两个咖啡豆的 它会这样抱在一起 然后被裹在一个这个果实的皮里 所以这是正常的大小吗 所以这是平常的大小 对 它是很小 很小 它是很大 所以我告诉你 这是很小的 这些人 平常是比较大 对 为了看一下成熟饱满的 奇利马扎罗咖啡豆 皮特带我们前往村子里的咖啡豆加工厂 在工厂里还能看到当地传统的咖啡豆加工记忆 走过咖啡园后 我们来到一个空旷的地方 这里是当地的另外一个集市所在地 与上午我们去过的集市一样 这里也是一周赶两次集 不同的是 这里赶集的时间是周一和周三 昨天最惊喜的是看我们的生活 皮特也说 说这个地方最好的就是可以看到 奇利马扎罗山 现在还有一点云 但是晚一点 越来越清 越来越清楚了 据皮特介绍 由于奇利马扎罗的山顶 经常被云雾遮挡 很难见到 所以他们又把奇利马扎罗称为羞涩的山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雪山的真容 确实运气不错 可以好好欣赏一下 奇利马扎罗山的雪景 咖啡豆加工厂距离集市并不远 欣赏了雪山的美景后 我们来到加工厂所在的地方 这间小屋就是一家加工咖啡的小工厂 这就到了是吗 其实走的时间并不是特别的长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进去吗 我们可以进去吗 因为这人是居住的 他在那里 他在那里 我们在那里 我们在那里 这就是我的朋友 好的 他们在那里 他们说他在那里 好的 通过交谈我们得知 皮特的外婆家就住在我们来到的这个村子里 他从小在外婆家长大 所以这里也算是他的家乡 没能让我们看到传统的咖啡豆加工记忆 皮特感觉很不好意思 不过对于我们来说 能够看到奇利马扎罗山的雪景 已经非常满足 一路在追寻奇利马扎罗山的这种过程 特别像我们在西藏 在新疆 在中国的那些日子 就是很多事情你要碰运气 讲缘分的 所以今天我们也许跟这个咖啡制作的工艺没有缘分 但是我们跟奇利马扎罗山真的太有缘分了 现在他就非常美丽的展现在我们面前 一件事情不如意 但总可以有另外一件事情可以作为补偿 所以你在这住这么久 你还这么喜欢奇利马扎罗山 你仍然喜欢山山 你已经在这里了 对 今天是我的生日 真的吗 今天是我们皮特的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我非常幸运 因为我昨天晚上打电话 我说你有什么要做 我笑了 皮特也非常高兴 能够跟我们一起拍摄 我现在变成27岁 很年轻 但是我看到那山 你似乎是20岁 我现在变成27岁 我现在看到那山 我从小孩看到那山 你有孩子吗 我有 多少岁 三岁 只有一岁 只有一岁 他在三岁 皮特在奇利马扎罗山山脚下 生活了近20年的时间 后来因为工作原因离开这里 把家安在了坦桑尼亚第三大城市阿鲁沙 今天再次回到生活过的村子 又看到奇利马扎罗山的雪 皮特很高兴 而通过与皮特的交流 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奇利马扎罗山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喜爱 离开咖啡斗加工厂所在的地方 皮特带我们来到村子里的一个小商店 这个商店其实是 他们除了卖一些酒啊 啤酒啊 然后饮料啊 他们也会卖这种这样当地的服装 你看这个妈妈她就在这直接用缝纫机做出来 大家就说我们可以坐下来一起来喝一点东西聊一聊 不然气氛就变得很热闹 尽管离开了村子多年 皮特与村里人的关系依然很好 看到我们到访后 村民也热情地邀请我们一起喝酒 不过这一次不是香蕉酒 而是啤酒 邀请我们明天去他们家 阿鲁河鸡汤 哦 哇 很热情 很热情 你们可以煮在那里吗 我的家不是在那里 好 真热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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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是老板娘吗 老板娘 不是在那里 老板娘 所以她现在也坐下来休息一下 我看到你在做这些衣服呀 所以你也是一个裁缝吗 所以你也是一个裁缝吗 对 她是 她是裁的裁券 裁的裁券 所以这也是裁券的店吗 对 这也是裁券的店 虽然村民们的经济收入 主要是种植香蕉和咖啡 但也有一些人 会从事其他的职业 与我们同住的村民里 有裁缝 有老师 有木工 还有汽车修理工 通过交流我们了解到 这里的很多年轻人 都不愿意住在村子里 而是到大城市里去工作 皮特最初的时候 是在阿鲁沙底加公司 负责后勤的工作 大约在七个月前 才开始转行做了导游 你接待过的游客 是欧洲人多 还是亚洲人多 我认识的朋友们 是从中国人 真的吗 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我认识了 他在给我们说他们的名字 就是他们的姓 就是他虽然只做了七个月的导游 但是我们发现皮特特别厉害 就是我们在说中文的时候 其实有一部分他是听得懂的 虽然他不会讲 所以他很快能够理解我们的意思 皮特说 因为接待的中国客人比较多 相处的过程中 他也是在慢慢地学习中文 虽然不会讲 但听多了也能明白大概的意思 我觉得在之前 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地方的印象 大概只有这座非洲最高峰 麒麟马扎罗山 但是经过了这几天在这儿的时间 我们会发现 除了这一座世界知名的高峰 还有像我们中国一样的村庄 一样的村民 他们就这样简单地 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种田 做自己的手艺 然后抚养自己的孩子 就是这样的简单 行走坦桑尼亚海拔最高公路 欣赏东非大列谷的美景 听起来它是一个峡谷 但是现在放眼望去 非常的宽阔 大列谷山顶的一条公路 让当地人的生活 有了怎样的改变 粮食可以送一杯 什么东西可以 纯粮 纯粮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大一路》第209集 从奇利马扎罗到东非大列谷 正在播出 离开奇利马扎罗山 远方的家特别节目 《一大一路》设置所 来到位于坦桑尼亚西南部的 姆贝亚市 姆贝亚是坦桑尼亚 姆贝亚行政区的首府 姆贝亚行政区 位于坦桑尼亚西南部 西边鲁夸湖 东林马拉维湖 南边分别与赞比亚 马拉维交界 姆贝亚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 经济并不发达 城市里几乎看不到高楼 大部分的房屋都是一层的铁皮砖房 城市里的商业气息也不浓 很多主要的街道 都是坑洼不平的土路 不过在这里有一条 坦桑尼亚海拔最高 也是最美的公路 公路的承建者是中国的企业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 你好 坦经理 你好 学长 您好 您好 现在我们在的这个位置 应该是整条公路的一个什么位置 这是公路的起点 这条公路它的起点 也是从姆贝亚的市中心开始的吗 对 对 这个就是市中心 整条公路有多长 整条公路我们修建的一共36公里 大家说它海拔最高 最高点大概有海拔多少米 这个最高点有2900多米 一会儿我们会去那的 那我们待会儿就跟着您继续往前走 好的 好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修建的这一条公路 是由姆贝亚通往另外一个城市 卢万吉罗的主干道路 整条公路穿行在东非大裂谷一色的高山之上 平均海拔为2000米 据檀门梁介绍 行车在他们修建的公路上 可以欣赏到东非大裂谷的美景 随着海拔上升到2700米左右的时候 我们在公路边的一块观景平台停了下来 这一部分是专门修出来的吗 对 这是专门为了看东非大裂谷 这边就是东非大裂谷 被看东非大裂谷设计的一个观景台 观景平台 所以我们眼前就是非常著名的东非大裂谷了 好像听起来它是一个峡谷 但是现在放眼望去非常的宽阔 对 当然设计的是 就为了看东非大裂谷 在这设了一个平台 观景台 东非大裂谷是由非洲板块和印度洋板块 张力拉伸而形成的地球大陆上最大的断裂带 整个大裂谷分为东西两支 东支南起西雷河河口 经马拉维虎 向北纵贯东非高原中部和埃塞俄比亚高原中部 直达红海北端 西支南起马拉维虎西北端 经坦嘎尼卡虎 蒙博托虎等 一直到苏丹境内的白尼罗河河谷 东非大裂谷总长七千多公里 相当于地球周长的六分之一 沿线形成了峡谷 湖泊 平原等不同的自然景观带 我们所在的地方 大裂谷的底部就是一片开阔的平地 整条公路修建可能有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当中 您觉得一年四季这里什么时候最漂亮呀 应该是雨季吧 这段雨季在年初的一月份到三月份 这个雨季是最漂亮的 花草树都已经长绿了 而且公路两侧全部都是林区 这个全部都绿了还是非常漂亮的 这是唐文梁为我们提供的公路与大裂谷的照片 不同的天气里 东非大裂谷展示出了不一样的美 当地人在看到这些美景之后 把这一条蜿蜒盘旋与大裂谷山顶的公路 称赞为坦桑尼亚最美的公路 就在我们欣赏大裂谷的美景时 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这是一个特别巧的事情 因为我们刚才停车过来看风景的时候 发现在这个安全户栏那摆了一个手机 然后我们就想这是谁的手机坏了扔在这吗 但是还是有电的 所以在我们采访期间电话就打来了 接了电话我们告诉他手机还留在这里 所以他们就开车回来再来去了 找手机的人叫法拉吉 是达类斯萨拉姆人 因公出差来到姆贝亚 之前是因为在这里欣赏大裂谷的风景 所以把手机落在了安全户栏上 先把手机还给他 你忘了吗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 好 欢迎来这里 好 您有多少次来到这里 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吗 所以您如何感觉到这里 感觉更好 好 您知道这道路是新建的吗 是的 这是新建的 所以您觉得这道路非常好吗 是的 正确 是的 先生 您认为这道路非常好 我也是一位工作人员 丁宝是姆贝亚人 也是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的员工 因为会讲中文 主要负责翻译工作 他也参与修建了姆贝亚至 卢万基诺的公路 因为一部手机 我们与法拉基相识 在离开的时候 他也邀请我们一同合影 留下这段美好的记忆 离开观景平台 我们沿着公路继续往前行走 在行车的过程中 密集的盘山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据唐文良介绍 整条公路的大部分路端 都地处陡峭的山坡上 另一侧就是山谷 所以公路只能依照地形而建 同时为了巩固公路的地基 他们还修建了很多石龙工程 这个设计 为什么设计成石龙 在国内还是 都是采用的浆气方式 它这个考虑 这个使用的年限比较长 所以采用石龙的 因为它是个就是铁丝网 镀芯铁丝网 所以使用年限比较长的 这个公路以后 确保以后使用的公路 包括升级 也是以后也能使用 这段石龙用的特别多 每一段基本都在几千方 而且这个施工难度也非常大 你看它特别高 从上侧把石头低下去 是不是 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据唐文良介绍 因为他们修的这条路 是在原有的公路基础上 进行的升级改造 所以施工的时候 还必须保证 当地社会车辆的顺利通行 这给他们施工增加了很大难度 此外高海拔 也给施工带来了很多的难题 沿着公路继续行车 我们跟随他们俩 来到整条公路海拔最高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牌子写的就是 这块的就是海拔高度 是2961米 所以这条公路 称为坦桑最高公路 最高公路 这里也写了 这是整个国家最高的 公路的最高制高点 对 2961米 怪不得我来到这儿 就是有一种很亲切熟悉的感觉 就是跟中国的西藏地区 我们在林芝地区穿行 公路上穿行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感觉 对 2961米的海拔高度 比我们到过的 齐利马扎罗山的第一营地 还要高出241米 它这个温差特别大 像晚上它这个温差 可能这个温度 可能在零上4到5度 已经下霜了 哦 四五度才 在这个地方 在赤道边上 所以其实很冷 对 它这个温差大 白天的话 可能要零上二多度 因为它这个温差大 就有的时候晚上下雨 早上基本上不干 哦 是 所以就等到第二天早上 大概要10点或11点 才能就是正常施工 据了解 在2008年的时候 原本是印度里加公司 负责这条公路的修建 但因为多种原因 一直拖了两年 也没有太多进展 最后选择退出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 通过锦标 从2011年开始接手后 也是克服重重困难 用了近四年的时间 才完成整个项目的工程 离开公路海拔最高点 我们继续前行 在山顶平坦的地带 这里散落着大大小小 很多村庄 穿行山顶的这条公路 是他们与外界联系的 唯一通道 在公路边的一个村子 我们见到了村长阿达姆 以及一部分村民 原来你们的村庄到 然后在山顶平均 在山顶平均 我们的村庄到小临 我们的村庄到小临 现在都说没有问题 粮食可以送 什么东西可以送 送到村庄 你看现在有八家鸡 他也可以过去那地方 八家鸡就是三车 原来这个他们藏一些 据村长介绍 据村长介绍 种植农作物 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 道路修通后 外面的商贩 可以直接到村里来收购 他们的农产品 不再因为道路的问题 而出现滞销的情况 另外 因为行车时间的缩短 他们经常乘坐的 公公班车的价格低了很多 行车也更加安全 8千先令相当于人民币 是多少钱 相当于25块钱 25块钱 但现在他们只需要花 2千先令 对 这个是相当于人民币 6块多 从25块到6块 因为车票价格的降低 村里人可以到姆贝亚工作 去城里看病也更加方便 另外 项目施工的时候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 还为当地村民解决了 两千多人次的就业问题 可能是中国人 再来 再来 可能是 维护华 我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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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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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 他就说希望如果中国人能来到这 再多做一些工程 然后他们再有机会到中国公司来工作 还能够像以前一样这样工作 然后挣工资 他会特别的开心 据他们俩介绍 现在他们完成的36公里的道路 只是姆贝亚至卢万吉罗公路的第一阶段 之后的第二阶段还有40多公里 他们公司正在积极参与竞标 如果竞标成功 中国工程将继续在东非大列谷延伸 也可以为当地人解决更多的就业问题 离开姆贝亚 我们在坦桑尼亚的拍摄行程也即将结束 从达类斯萨拉姆到桑吉巴尔 从维多利亚湖畔到塞隆盖地草原 从齐立马扎罗山到东非大列谷 远方的家特别节目一带一路设置组 在坦桑尼亚23天的时间里 感受了坦桑尼亚人民的友好热情 也了解了一些中国企业在坦桑尼亚的探索与成长 我们在采访坦桑尼亚工程部秘书长约瑟夫的时候 他肯定了中国企业为坦桑尼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 也对未来的合作发表了看法 让我看看, apart from the Tazara Railway Line and also the Nirewe, Kilambun Bridge a number of Chinese are participating in other projects especially road projects for road projects, almost about 70% of the projects are executed by Chinese companies so there is a very big potential for futur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anzania 自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坦桑尼亚后 中坦两国的关系提升为互利共赢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坦桑尼亚也称为一带一路倡议下 中国在非洲大陆的重要合作国家 节目拍摄的时候 我们也采访了坦桑尼亚的国会议员 拉萨罗·塞妙尔 他就一带一路倡议 对坦桑尼亚的影响做出了评价 大陆儿 我知道 它是缴集完只有一个阿福斯国 它是缴集完旧的一系列 它是缴集完整的計効 created by the China government 缴集完整的中国六个阿福斯国 使用一类区域 这些献的断交流 和购物购物 购物在互联迹之间 鞋子和中国国家 中国是让中国至极大的 国家在金融体上 智商技術 Tanzania is taking some of that and that we think Tanzania will become the hub of the next investment in China in terms of manufacturing and the Inter-Africa trade whereby the trading route comes through Dar es Salaa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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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roducts are distributed they are brought back from China or manufactured here and distributed across Africa from Dar es Salaam 我认为这两个国家会有很大的方法 2016年 坦桑尼亚政府提出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扩大对外金保合作 推动工业化进程 以及提振农业产业的国家发展规划 这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高度契合 我们有大机会和大机会 中国投资者投资 投资在工业化 中坛友谊远远流长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中坛两国在医疗 文化 旅游方面 也在不断地加深合作 举资料通计 截至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坦桑尼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最大工程承包方和主要投资来源过 中坛合作成果已经体现在坦桑尼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 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比将进一步开拓中坛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进一步促进中坛两国共同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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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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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